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你依然还在我身后 拥抱着我 路过窗外的烟火 挥挥手 在即将到达的路口 这如果也是一种结果 伦马 以后你出来买菜 能不能别老带着我 怎么了 就让你拎个菜 开始叫苦叫累了 不是 这哪要青年才俊的 天天光菜市场 那多比你在家里 天天打游戏强 我让你出来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你看这天多好 多晒呀 晒什么晒呀 晒点看药不钙 我还缺钙 缺钙长那么高 那是因为我基因好 我最近啊 关注了一个公众号 就是人生加油站 我告诉你吧 里边传播的 全是正能量 就说这个吧 说一个人啊 一辈子做两件事 一个呢是你必须做的 还有一个是你喜欢做的 你做哪个 必须做的 是喜欢做的 那才叫成功 没事吧 还有 咱家门口那早餐摊 每天九点准时喊口号 我觉得那是你兜售 你成功学的好地了 撤什么呢 我又不是他们领导了 再说他们也不是我儿子 我凭什么给他们 传金送绑啊 沈樱 叶头 你真有职业教组啊 马起的杨明师 你好 对 我是杨真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谢谢 谢谢 说什么了 让我去面试 还真呢 买不起了 你又送汤来了 我不送汤 我今天是打包 我把自己给送来了 不是 不是 你进我房间干什么呀 你不要你的我的 我们是一家人呀 要不要帮我拿个东西啊 这什么意思啊你 我告诉你啊 你来我就走 那你走好了 我又不会抱着你大腿 不让你走的了 你干吗不帮我拿着东西啊 你说你这个人 一点都不团结 我为什么帮你拿东西啊 你不团结 我们是一家人呀 谁不团结啊 你来你跟谁商量了 我不用商量啊 你还帮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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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救进照顾呀 我跟你讲啊 叫来她生了 我还是要救进照顾的啊 我不是就是照顾她的吗 我是她亲妈呀 再说了 你说你一个人 如果他们俩不在 你多无聊啊 有我在呢 我可以跟你聊聊八卦 聊聊我们的广场舞 我还可以教你几招爱情秘籍 去 小妖精没走 老妖精又来了 我问你还能让再惨点啊 妈 这老妖精在这儿 小妖精在这儿 您是观音菩萨 竟也能收服他们 喂 妈 不着急啊 马上就可以开饭了 您这是 您这是做饭呢 还是走秀呢 哎呀 对于热爱生活的女人来说 哪里都是秀场 来 我去 等一下啊 来喽 又来一个 哎呀 不要弄呀 我呢 拍照呢 拍照发到朋友圈 来 去 吓死我了 热爱吗 你脏不脏啊 不是淘汰长开 我要拍照的呀 我需要拍照的呀 不是 不是不是 我跟你讲 你是不是玩真的打了 我打苍蝇啊 打什么苍蝇哪有 真是有苍蝇啊 我跟你讲 你别欺负住我 我说怎么样 妈 行了行了 你也吃饭了 别打苍蝇了 我做一个竹菜啊 有人要期待我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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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二妈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吃饭吗 来啦 坐坐坐 吃饭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 你我又是故意的 是才不是事 这个有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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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啊 吃饭了 这食饭怎么吃得下呀 妈 这以后来这儿吧 也是自己家 您就别打扮得这么 怎么着 这 这么 这么精致 有 那不可以的呀 我跟你讲啊 我未婚夫 分分钟都有可能 到这里来的呀 我不能让他看到我 碰头勾面的样子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嘛 你未婚夫 你再也见不着了 你几个意思啊 就一个意思 你知道吧 世上这个欠债的 永远躲着债主啊 你揍我 我说是事实 我跟你讲 我跟老马 首先是情感关系 然后才是债务关系 好吧 你那是自欺欺人 你这是羡慕嫉妒恨 我羡慕嫉妒你审的呀 没有啊 今天是 老公 回来了 正好 我们刚吃 想来吃饭吧 没事 你们吃 成了吗 基本成了 什么职位呀 HR给我的奥夫 是产品总监 和技术总监 这好事啊 你干嘛 重备不练的呀 还有点钟面 不是 这事太顺利了 这天上掉下边 怎么可能砸我头上呢 什么时候钟面 明天 明天 这么快 求心若渴啊 谢谢啊 赵董马上到 我听说赵董在华尔街 待了几年 他多大岁数啊 进去结婚 你知道他太太是做什么的 有孩子吗 杨先生 赵董马上就到 上岸无造 好 哈啰 杨先生 不好意思啊 久等了 你好 这位是 赵总 赵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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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介绍 赵宋文 杨 杨正 我知道 那我们开始 说是面试 其实就是个走流程 你不用太紧张 坐 咱们合作过 是有新人基础 对吧 郑总 我们对您的专业能力呢 是非常认可的 在我不断改要求的前提下 您还能这么快地 把产品文档做出来 您是怎么做到的 头学粮 追似古埃 那工作强度一定很大吧 适应了 之前在华尚东方 我经常做封闭开发 习惯了 既然您收到了华尚东方 我想问一下 之前的召回时间 对不起啊 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想回答了 我每次面试都问这个问题 都给我问烦了 而且我说实话 根本就没有人信 你这么回答我在想 您是否能承担责任和压力 以及是否可以和别人合作 钟总是这样的 我做过背景调查 这件事确实跟他没有关系 杨先生 我们之前见过的 我坐过您的车 我就刚才想怎么看着您特点手 对 那天我那车还碰了 在车上您跟我说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要怎么站来着 保持幽默感 您这都胡说八道的 看到您现在这个样子啊 我想到了我一个朋友 他也是一个程序员 有一次他问我 您买了什么书 我说编程 他问我是C++还是Java 我说沈从文 你说得没毛病啊 不是 你们笑什么呀 那 当然啊 Java其实有 有点老了 然后这两年 派生的势头比较好 如果一时刻意上传 我相信你们这号人 可以抛弃柔身了 是不是 我们这号人 其实特简单 便便乘起 也带马真正前 电影价家服务口 老公 回来了 儿子 回来了 给 给 工作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 没关系 不行咱们再找嘛 是不是 你肯定会遇上 你的伯乐的 beer bland 伯乐 啥 公司 最后给我的直播 是微感覺 真的 真的 我太好了 弟弟 弟弟 这个微ken 我只听说过 idal cil 不走 不走 你要 Danielle 你倒不懂了 你不懂啊 好厉害啊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养肺 我现在的公司 是你强的两个人 好久着了 我太好了 太好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就给她一个VP 我为什么要跟你商量 她凭什么跟我平起平坐 想知道为什么 我告诉你 我当时跟你要这个人的时候 你怎么回答我的 我当时已经真的以为 她找到工作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你就这么害怕 别人威胁到你的地位吗 我有什么好怕的 对啊 你有什么可怕的 你一边讨好我 我一边讨好小公主薛可欣 你这个人啊 精明外露 永远都是在算计 我当时就是因为这个 才跟你分手的 现在在一起工作了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 Janice tomorrow 您身体现在越来越不方便 该休假就休假 我知道 你放心吧 这你个事啊 就是那个钟启明 那个公司 叫惠斯的那个 是你们家投的吧 是啊 怎么了 他们有个项目叫容文宝的 那个靠不靠谱啊 怎么 你想打探点内部消息 买股票啊 不是 那钟启明 他把杨慕征教学当副总了 这我倒没想到 又有什么想不到的 他钟启明自己也是副总 他会找你老公 担任一个 跟自己平级的职位吗 这个惠司实际掌控人呢 是赵宋文 副总这个级别的职务 应该是他钦点的 杨征这人你也知道的 我就是怕他人事都生 这一块不在行 他在跟头 告诉你老公 不管项目靠不靠谱 他就是去打工的 不用那么在意 朝中有人好犯事 赵宋文这个人呢 精明能干 有魄力 很有煽动性 也很会讲故事 就算这个项目我爸不投 也很容易找到投资 也很容易找到投资 你这算是夸奖吗 无关褒贬吧 这我妈也太实际了 这当了未屁以后 这红尔我炖呢 我整了算不良 我跟你说老婆 你地屋子里啊 最好是两个男孩 要不然咱家这男女比例 就严重失调啊 你这什么意思啊 重男轻女啊 你说咱家这一天到晚 都是女的来来去去的 一天到晚 急急扎的 急急扎的 不是胭脂粉 就是柴米油盐啊 我不跟你们聊吧 显得我脱离群众 跟你们聊吧 我都快成复联主任了 你什么意思呀 你别含沙摄影啊 我妈没来的时候 也没见你有这么多狼嗦话 这个劳工当了未屁以后 用户体验 有没有什么提升啊 这是个好问题 别过去 哥 我糖呢 自己去找啊 对啊 我跟你说啊 你一个吃加油 你不能染的 明宝 现在肚子里有宝宝了 现在正好是孩子 神经系统发育的 重要阶段 你什么时候 成了产科专家呢 我跟你说 为了宝宝的这个身体健康 咱们家得杜绝 所有的化学制剂 化妆品也得全部扔掉 不要搞得那么严重好了 怎么又叫严重啊 你必须得听我的 跟你说像你这个 头不能烫不能染 香水也不能用的 那照你这么说 我头发不能烫不能染 香水不能喷 化妆品也不能用 对啊 那 那你让我怎么出去见人了 你以为我的男朋友 都是因为我心灵美 才喜欢我的 真傻啊 妈 今天出去见谁啊 你猜 你别跟我说你要去见 什么春晚总导演啊 好了好了 不要这样说你爸妈妈 我跟你讲啊 我跟你婆婆也都说好了 我们俩报了驾校学开车 我们教官已经考过了 真的啊 我考一百 百分 怕九十 这不是确定吗 就你们这年纪还能开车呢 我们俩什么年纪啊 你们俩还一起学啊 不要开车碰碰车了 不是 我跟你讲啊 有规定的 七十岁以下都可以学的 没问题的 对吧 对啊 而且我看起来 顶端也就是四十岁左右 对吧 三十 三十 不对 看着比杨妈妈还要进去 那不如我就学呢 你就好好开你的那个什么 那叫什么车 小电驴 你好好开就行了啊 来不急了 快点 快点 赶紧 赶紧 我还要弄头发呢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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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化妆啊 好好你化 化你妖精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说实话 我也是 我感觉我妈能从家校 带俩新男朋友回来 俩 嫂子 你太低估你妈妈的能力了吧 去 一堆 玻璃转圈圈 马师傅 您学员来了 好 知道 知道 来挺早啊 好 早准备 这怎么是你啊 这怎么是你啊 惊喜不惊喜啊 惊喜 别跑 不是我结婚呢 我 结婚吗 这 这谁跟你结婚呢 这这戒指都是你自己花钱买的 你 要不是你花言巧语说要跟我结婚 我会给你那二十万吗 还我钱 不 还我钱啊 别急别急 不要激动 好好说 好好说 不就二十万吗 是吧 二十万对不对 二十万吗 没钱 别跑 老板 你给我站住 你别跑啊 我跟你讲 你再跑我喊人了啊 别别别别喊 别喊 没什么好看呢 家里的事 家里的事 不结婚可以 还我钱 这个 十万跟你说 这钱呢 花了 你花了 二十万呢 这么多钱你花哪儿了呀 不是 我在网上 用这二十万 买了一张三千六百八十万的借条 你老子一会 第一对线 钱 另外给你 不是不是不是 那这欠条得归我呀 为什么 因为那二十万是我借给你的呀 证据呢 从年龄上 我得管你叫一声解 呸 这谁让你吃了我年龄上的差价呢 就当这二十万呢 是你给我的青春损失费 你太不要脸了吧你 你说你做生意亏了钱 为那些人追债 我还可怜你帮你去担保 还借二十万给你去还债 你不还债又跑去买什么借条 我跟你讲啊 那些追债的人 已经追到我家门口了 我现在有家都不能回啊 我天天住在我女儿女婿家呀 你知道吗 多热闹啊 老乡 你欠债了 我 我说那么我说你怎么突然想起来是学车了 原来是冲着老马还拽着我给你撞胆 我告诉你吧 倒贴啊 没什么好下场 你以为我愿意啊 我是想止损呀 我告诉你啊 那些药债的天天在我家门口堵着 我手机号码都换了三个嘞 止损你就该一脚把它给踹了 我要是现在跟他真的分手的话 我那些钱不就打水漂了 我告诉你啊 他拿我那二十万 去买那张三千六百八十万的借条 我现在也是那三千六百八十万借条的债权人了 你知道吗 你做梦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借条是假的 借条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知道老马对你是虚情假意 假的 你今天这个事情 你要替我保密的啊 不要跟我女儿讲啊 为什么 为什么替你保密啊 我有什么义务替你遮拦我就讲 不是 那我们两个是好像一样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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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远点 什么时候就跟你成闺蜜了 我心里一直把你当闺蜜的好啊 你行了吧 我要接电话 这么凶的 曼曼 大妈 你快过来 不是 你 你是又被人给非礼了吗 不是 不是啦 我说你们到底又安了几个诈点啊 我跟你说 我就算是专业排雷的 我也排不过来啊 不是来是好事 现在有一个四十两厅的好房子 这房子就特别忘了 地段也是一流的 那 这边是 厨房 房东现在着急出手 因为他马上要出国了 下次不是想要 您真是买不起了 这边还有一个 你快过来看房子啊大妈 曼曼 你看这个事吧 你给给你哥 你嫂子打电话 我说了不算啊 我打了 一直挂我电话来着 你也打 好好好 我帮你打 我帮你打 他们要是接着你的电话 你就跟他们说 只有一天的看房时间 这房子太好了 只要挂出去吗 还要就会被抢走的啊 好的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行 就这样吧 挂了挂了啊 挂了 不行 快点 来 给我拍一张 拍什么拍拍什么呀 我说你啊 我们家就一个粮食一厅 你就这么一直住着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要哄我走啊 看我像那种人吗 我 我不知道呀 好的啦 走啦 我带你去看房了 看房 看房 看房什么房 把收益率降到九以下 收益率太低 会吸引不来客户 你太不了解 新中场客户的心理了 稳健一点 以理性投资为口号 只会吸引到更多的客户 把风险提示删掉 国人理财 只要求稳赚不赔 本息一个都不能少 赵总 我觉得 这个风险提示 还是需要保留吧 那就把字底变小 调成最小号 发布会上 一定要保证请到 最著名的经济学专家 只要同框 就会自动被 潜在用户解读为 有政府背书 我尽力争取 不是争取 是必须 公众号发布 本地电视台发布 所有的文章 都要经我过目 重点突出 上市公司的背景 着重描述 产品更规范 抗风险能力更高 发布会上 杨总替公司发言 我 这 这 这不合适吧 杨总一个搞技术的 我们需要一个成熟可靠的 奶爸脸 两位老板里边请 下面我为你们介绍的这套 四室两厅的户型 是本小区最好的户型 做北朝南通风良好 太好了 这边是课题够不够大 大大大大 够大 再看这边的是厨房 厨房也很大的 很大 请两位老板 移步到这个落地窗 隔壁就是小学 下面就是幼儿园 蒙特梭利的 什么什么梭什么利啊 这个房子 是不是有人住这样 你看 这么多家庭都 房东没有完全搬走 这还有两片东西留下来 以我的专业眼光 和相关经验来看 你才干几个月 已经有什么经验啊 不要打击小孩子嘛 妈妈 这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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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的专业眼光 和相关经验来看 我们买这个房子的价格 可以比市场价低 一百多万呢 真的吗 那我们是赚的了 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 好多双眼睛盯着呢 说不准房东 会坐地起价呢 要小心一点 嫂子到了吗 我给他发信息了 马上就到了 把收益率降到九以下 收益率太低 会不会嫌不来客户 你太不了解 新中场客户的心理了 稳健一点 以理性投资为口号 只会吸引到更多的客户 把风险提示删掉 国人理财 只要求稳赚不赔 本期一个都不能少 赵总 我觉得 这个风险提示 还是需要保留吧 嗯 这个是谁啊 杨征 做技术的 赵总同样也给了他VP 不认为自己 那就把自己变小 调成最小号 你怎么看 虽然赵总在国外待了多年 但他还是很了解中国市场 他不但了解中国市场 他更多了解的是人性 是 你说得对 我以前还有点怀疑赵颂文的能力 我不相信一个小女子 能有那么大的胃口 不过到现在 我还真有点害怕她的野心了 赵总在华尔街沉浸多年 财富对她来说 其实只是一个数字 所以呢 您放心 我始终是站在您这边的 你已经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年轻人加把劲 好 我一定加油 去忙吧 好 那有时间叫我 出来吧 你让我听这个墙角干吗 什么意思啊 这件事你怎么看 为了向你示好 拿这种不痛不痒的录音给你听 那是代表他对你老爸忠心耿耿啊 他是忠于你的财富 容恩宝的宣传推广工作 离家吃不了 你就跟咱俩分吧 谢主隆恩 可欣 其实你不比那个赵颂文差 是吗 我是我 他是他 走了 这些朝阳的房子不错呀 我住了 凭什么你住啊 我跟我外孙住好吧 我得跟我孙子一块儿住 知道吧 我是股东 我占股 你占股了不起啊 那我也可以占股的呀 我把房子卖掉不就是股东了吗 卖掉就卖喽 你不要逼我啊 我告诉你吧 咱得好好商量商量 这可是一大堆钱哪 还要商量什么呀 我求爷爷告奶奶 让这个房东别把房子挂出去 这一挂出去 立刻就被抢了肯定 不对啊 地狱市场价这么多 我好多客户都让我帮他盯着房子 要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家买房 我才不得这么大压力呢 就是 不用商量了 买 真的 真的 大棒的 这么大个事 你们都订完了 是不是跟我商量一下呀 你不是去个新公司吗 工作特别忙 天天都不招家 等我们再找着你 等你拍了晚 那慌慌菜都凉了 是啊 慢慢说这个房子好多人盯着 咱们得当机立端是吧 不是 我就算不是一家制 我没有一家制度的称号 但是我至少是个顶梁柱吧 你们是不是应该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啊 我连户型图都没看一眼我 我这也太没面子了吧 户型图 那 那 现在看有什么用 杨征 我跟你妈都去看过的呀 这房子很好的 你们觉得好 万一我要是不满意呢 没有万一 我跟你说这房子是万里挑一 对 要啥有啥 你要是不满意啊 那只能是对价格不满意了 你现在也算是精灵了对吧 那房子的钱总是拿得出来的了 好 沈编宝 你这是工作都做完了是吧 要不怎么都站你那边啊 我 杨尔曼 明天安排你哥看房子 好 我没空 后天 大后天也可以的 我这个礼拜都没空 公司马上内测了 那你说怎么办呀 一千万哪 你这房奴我算是当上了吗 房奴算什么呀 等孩子生出来以后 你就是孩子奴了你知道吗 人这辈子不就是这样吗 不是这个奴就是那个奴 对呀 这事成了 我给大家省了一百多万呢 给你寄一宫 寄大宫 买了房子咱们高兴 喝一杯庆祝一家 明保在华园不能喝酒 我给他弄点饮料 好了好了 你们说完了吗 你们慢慢庆祝 慢慢喝 我去工作挣钱还房贷 你辛苦了 我命苦 我不过来 我喝酒了 我喝酒了 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哎呀 朋友们 刚才的那个健身操场 非常适合做办公室的大家 因为在办公室呢 经常会容易经脉曲张啊 坐骨神经痛什么的 非常适合大家 那个 大家可以先学习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刚才我告诉你啊 今天卖这些东西 这什么 我找的产品 我告诉你啊 之前沈明宝给你找的产品 没有利润 你要记住 你是健身主播 你卖的东西 要跟健身信息相关 这样利润才会高 这不会是三无产品吧 当然不是 你是带货主播 我跟你讲 售后的事情交给客服 去 有一位朋友问我在喝什么 我喝的这一款呢 是一款代餐奶昔 非常地营养健康 不会很甜 而且也没有香精 里面的主要成分是 谷物 对的 非常地健康 非常适合减脂健身的大家 给我下单 五十包 五十包 冲 冲冲冲 你们说的啊 吃多少你们买多少 我再来一口 谢谢各位朋友 我马上回来 我马上回来 你怎么了 我不行 我喂他 我得去买药 不不不 我给你去买 不行了 我实在撑不住了 你帮我顶住 不能没人 不是 钢子 咱们身体要紧 我跟主办方认个错 不行不行 现在销量太好了 你顶一下马上回来 有违心吗 您吃怎么了 那个 我消化不了 胃疼 给我点胃药 好 舍得 舍得 吃这个 这个尖销快 这个一次吃几粒啊 吃两粒 微信扫这个 快去帮我扫这个 好 不好意思 我太着急 我没带手机 你好 结账 好的 扫这边 那个 小姐 叫谁小姐呢 小姐姐 能借我点钱吗 不能 我 我是 我那儿还上着直播呢 我实在没办法 你先借给我 我到时候十倍还你 我认识你吗 我 我是个主播 我要是再不回去 我那粉丝和赞助商 真的没了 你是主播啊 直播 不是 我是健身主播 行吧 我帮他一起付 好 谢谢啊 那你跟我回去拿钱吧 你当我傻 还是会功夫啊 那么大的胆子 敢跟你走 那个 截止比 你告诉我微信号 我回头转给你 你直播账号叫什么 小 小帅刚 小帅刚 你这件衣装穿不进去穿不进去 穿你那孕妇装不挺好的吗 那怎么行啊 对于职业女性来说 这职业套装是她的铠甲 战袍 这怎么办呢 一身合适的套装 它能表现一个严肃的态度 这怎么办呢 我 别这么办 赶紧出来示范吧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找死我 这张 毕业呢 那种东西 我想邀请你 你怎么办呢 不好意思啊 我们有孕妇 您这边请 人生无处不相逢啊 吴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美女 差点儿当伙儿 真是媳妇啊 胡总 新公司还推崇 狼性文化吗 我们泽良现在的企业文化 叫鲨鱼文化 有一种鲨鱼 在妈妈肚子里啊 就开始长羊 大鱼吃小鱼 弱肉强势 有点残酷 你也认同这种企业文化 有内部竞争 出去才有同行竞争 丛林法则都发展成骨肉香残了 还企业文化呢 盛林导 肚子都这么大 还出来屁股呀 家里解释开过 怎么说话呢 打怪升级可是不要钱的胎教 这边入座 你会在家里写花了 那边写花了 咱们被你锅了 我先把你锅讲一群 给你锅了 你烫头啦 我是小棠 这边是梳子 是小棿 干漂亮的梳子 也有这边 Mak 那边 section 我体会安排了 玩以后的梳子 concert吧 你怎么会跟你说 还在另外一个电话会议上 需要各位稍等片刻 你来干什么 换个左腕 商务场合 不方便 老婆 这风很大 还位置吧 要不你去我那儿坐 我不怕说 我俩换一下行吗 那就谢谢其中了 没事 谢谢其中 没事 老婆 这是要开夫妻店呀 不避嫌吗 你跟钟启明不也是亲姐弟吗 同样道理 你们泽良是不是也应该避避嫌啊 大家稍安勿躁 天气热大家火气都大 哎 把空调开大点吧 给大家降降温 老胡 你旁边坐着孕妇呢 吹着了你负责呀 这电脑还没打开呢 就打起嘴架来了 哼 你老公 知道了 知道什么呀 我旁边那位呀 哎呦 别瞎说 都过去多长时间了 你不该带你来 各位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别提啊 这儿有个孕妇 换个舒服的椅子 好的 赵董 不用 没关系的 大家请坐 好 走 仰望着高楼 凌厉 我们像不像 蚂蚁 躲着生活 踏着风雪飘零 又晃在岁月的潮汐 我们跑丢了自己 我们抛散了爱情 多少美梦 成了说说而已 还好有能取暖的回忆 我们活蹦乱跳 在哪里 却又浮浮沉沉的飘荡 在哪里 停在 灯火通明的夜里 我们又来又去 心却在哪里 我们 相互温暖 在心底 像同一棵树 也自共团 也自共图 这风雨 无畏 天门 地北 的分离 的分离 因为 因为 又来又去 心还在 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